欧德克的邀请 非常高兴能够接到欧德克的邀请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邢亚飞 来自于中国最大的总承包商 中国建筑 我是中国建筑旗下的中建八局 下面我们天津周大福建中心项目的并不负责人 今天我的主题分享是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Based on Beam Technology 也就是基于Beam技术的智慧建造 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吧 在2017年我也非常荣幸地参加了我们欧德克总部举办的2017年AO大学 在参会的时候我非常感触颇深的就是我们新任的CEO 欧德克的新任CEO Andrew Agnost 先生提出的 more better less的这个理念 其实我们今年也非常荣幸获得了AEC的2017年AEC的卓越工程 BIM的施工组的一等奖 其实我去领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思考 到底我们所做的这个BIM是哪方面能够得到评委的认可 这个也是我去参会一直在希望得到的答案 当我看到了Android先生提出的这个理念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我们的BIM 周大夫实施的BIM 是真正的和Android先生提出的这个理念是吻合的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BIM技术和BIM的管理 来创造更多的项目 更多的产品 去创造更多的人才的雇佣 然后能创造更好的价值 更好的结果 能够得到更大的收益 当然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是减少了施工的时间 减少了我们资源的浪费 最重要的是我们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 今天我看到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分享的安排 我也发现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行业的专家正在朝着automation 因为Android先生也提出了automation is the future 还有robotics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都是我们可能 未来会引起建筑业变革的技术 今天我就具体地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 周大福并不是怎么实施的 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简单介绍一下项目的背景 周大福金融中心项目呢 它的总建筑面积是39万平米 它的合同额是48亿 这个只是建造合同 相信它的总的造价已经接近了100多亿 非常碰巧的是这个周大福项目 它的业主就是我们香港的新世界 新世界也是在天津投资最多 金额最多的一个项目 它的建成呢是 将会是华北在建的第一高楼 世界在建的第九高楼 它本身周大福项目 它的设计的理念是非常高端的 它是大型商业 甲基办公 豪华公寓 超五星级酒店 与一体的多种业态的一个超高层建筑 而且我们对于并不实实来说 最困难的方面就是我们在竣工的时候 要移交LOD500的模型 在座的各位专家也非常能够清楚地了解到 LOD500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精度 所以说这给我们的模型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一个在国内要确保鲁班奖和LED金奖 整个项目建成以后呢 它将成为一个天津国际化的新地标 到底周大福并不实施的时候会有哪些困难 这个其实在超高层实施的过程中 包括国内的其他超高层在实施过程中 都会遇到同样的瓶颈 而且这个项目为什么说是 给我们创造的困难更多 因为本身第一个方面最主要的就是 它的港资的这种合同模式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从深化设计开始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因为本身我们拿到的施工图纸 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设计阶段我们只拿到了 近似于扩出的图纸 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拿到施工图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按图施工了 但是周大福这个项目不可以 因为它的图纸没有办法去指导现场的施工 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就是 我们需要去进行全专业的协同深化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造型独特和它的超大的体量 以及积电系统的一个液态的一个非常地复杂 本身由于它的定位非常高端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图片 它的这个造型是一个细长的造型 这就造成了它里边的使用空间是非常紧凑的 但是要支持这样一个大的 整个一个大超高层的系统的运转 它的积电系统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在积电层 基本上是所有的积电管线 罗列起来的话将近有二十多层 所以这个协调的困难也是非常巨大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工期的体量 还有地处闹市区场地狭小 如何通过BIM技术来帮助我们 有效地管理物流运输 有效地去优化我们的场地布置 这个都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困难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按照美国的AIA标准 去移交IOD500的模型 面对以上的困难 我们只有通过BIM技术 去帮助我们 不管是从技术层面 还是从管理层面 去进行一个有效的实施 从我们的生化设计到预制加工 到现场施工 物流管理 到可能到最后的物业运维 都要通过BIM技术 能够把所有项目上的信息来集成和传递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的BIM的应用思路 因为在周大福这个项目整体的时候 我们在设计阶段是没有BIM的 而且它的在设计阶段只有建筑和结构的图纸是施工蓝图 其他专业 机电 木墙 钢结构都是没有图纸 或者是近似于扩出的图纸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总包来主导 将统筹各个分包 来将BIM来进行一个全专业的应用 这里我们提出了一个理念 就是三全理念 全员 全专业和全过程 全员呢 这个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现在整个的项目不再单独地去设置BIM的部门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专门地去找BIM的建模人员 去来帮我们建模 我们是通过按照我们本身施工单位需要创建的部门 去设置相应每个部门的BIM的工作 也就是说每个部门都要会用BIM 可能作为专业深化的时候 然后它的这个BIM的实施呢 也就是我在深化的时候建模 通过建模去深化图纸 然后现场施工的工程师呢 去更多地去用这个模型 去进行现场的管理 然后全过程和全专业 这个就是在我们实施的过程中 也是认为非常有必要 全过程也就是从施工开始到最后的项目的移交 全专业呢这个也会在后续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是必须要 非常必要的 所以说我们按照不同的阶段 也就是从施工前期建立300的模型 去进行图纸深化 去进行图纸绘审 去进行一些方案和流程的一个模拟 然后在达到了施工中期的时候 我们将模型进一步的升级 达到了IOD400的模型 去进行机械加工 构建的加工 去进行施工信息的一些维护升级 到IOD500的时候就是军工模型最终的移交 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是通过搭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闭幕协同平台 去在深化过程中 再通过计划工期管理 以及平面方案模拟可视化焦底 质量复合等方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应用 也就是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 云计算 来为项目打造一个智慧工地的一个 这么一个理念 第三方面就是介绍一下 从技术层面去介绍一下周大福的Beam的技术应用 我觉得从现在相当于大家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 相信我们项目的应用 跟大家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 就是协同深化 方案模拟 流程的一个演示 或者说是更多的一个 还有三维机光扫描 现实捕捉 VR 这些都是 然后我们在施工前期 我们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建立了LOD300的模型 也就是四个专业 建筑结构 钢结构 机电 全部的创建完成 然后我们在后续的两个月的时间 去进行一个图纸会审 也就是我们通过协同碰撞 去查找现场的问题 当然这个碰撞是非常粗的 因为刚才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施工图纸是没有的 各个专业只有一个大致的 一个近随扩出的设计图纸 也就是这个过程只是前期的一个粗略的深化协调 当然这个协调也发现了很多问题 我们发现的碰撞点将近近上万个 我们通过解决完了以后 报到设计顾问和管理公司去解决的 将近有1500多项 这个就是我们提交给业主的 因为传统的模式是我们提交图纸会审的时候 全是平面图 也就是我们现在通过BIM技术 我们把所有的碰撞 通过三维的方式去呈现给业主和设计顾问 这个好处就是我们更快 更高效地 去完成了这一部分的深化协调 然后另外一个施工前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 也就是各个工序的一个模拟 这个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们地下室一层的积电系统的一个工序的展示 非常 怎么说 因为B1层这个积电系统的一个深化 虽然说我们用了BIM 但是我们通过BIM以后 最后深化协调也将近用了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才把B1层整个的一个系统才排通 然后我们排通完了以后通过我们对模型的节点拆分 然后按照我们施工的工序计划 去进行一个整个的施工工序的一个模拟 这边就是我们木墙塔楼单元体板块的一个模拟 包括在塔罐以上的一个木墙的一个模拟 以及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些大底板胶柱 然后我们顶上的平台 塔雕的一个爬升的布局的模拟 然后还有物流通道的模拟等等等等 另外我们所有的方案都是通过B模型深化完成以后 也就是我们方案里边所有的这些图片 节点 深化 都是通过三维B模型来呈现 在施工中期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是单专业的一个深化 你比如说积电系统 因为本身积电系统它本身也包括水暖电等 一系列的一些子系统 也就是我们通过在本身积电内部的时候 进行一个专业间的协同碰撞 然后通过这个我们发现了很多碰撞问题 然后我们对每个碰撞问题去进行一个 抛面的一个确认 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 这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还是B1层的模型 也就是说B1层里面积电系统所有的碰撞 都会以抛面的形式去给我们的设计顾问 给我们的业主去呈现 比如说所有的问题我们是通过一个抛面一个抛面的去确认 去解决 然后得到确认了以后 我们就是各个单专业 然后再生成自己的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施工 这个就是我们施工完成以后模型和现场的一个对比 也就是可以这么说 周大福的积电系统完全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实施 也就是我们从模型到图纸到现场 它们三者是一一对应的 也可以这么说模型和现场是完全对应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钢结构生化的 本身钢结构它的生化设计过程中 由于它塔楼结构的转换的 因为它的外形转换的空间位置关系和节面关系形式是变化非常大的 尤其是它整个的用钢量是在六万吨以上 所以它的整个构建的一个加工 一个制造 生化设计 包括我后期安装定位都是非常复杂 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化设计过程中呢 通过的TICLA软件去进行的一个构建的一个生化设计 然后对于特别复杂的那种空间扭转的构建 像其中有一个可能大家看不到了 它整个的一个构建在八米的范围内扭转了90度 像这种异常复杂的构建 我们就也通过了Solidworks的一些机械加工的软件 去进行设计和加工 最后导出来的施工图纸 可以直接地去进行自动化加工 另外一个就是单专业的木墙的设计 从整个的一个它的流线性来看 它的空间 它的双曲面定位 它的预置化加工也是非常繁琐的 基本上塔楼的单元体板块将近有一万五千块 而且每一个单元体板块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面 我们通过运用了自动化参数化的技术 Dynamo 还有Grance Hopper 去拿到建筑师的三维空间坐标点 去自动地生成了我们的木墙的表皮模型 然后同样利用了Ravit的自适应的构建 去生成了木墙模型的实体 数字模型的实体 然后这个非常高效地帮助我们深化设计人员 去能够保证我深化设计的准确性 刚才说完了单专业的这个深化 下面是我们其他多专业的一个深化 这个给大家展示的就是建筑 结构和积电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超高层施工的时候 它的物流运输 它的垂直运输 基本上就是超高层施工的一个生命线的保障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在深化设计过程中 将建筑它的气柱的墙体 以及楼板的胶柱 钢梁的开洞 然后门窗的定位 通过在深化设计阶段 我们就把这些积电管线需要经过的位置 统统确认好 在施工过程中我们是实现了一次成用 按照传统的施工工艺来说的话 像气柱的墙体 楼板 有些都是需要二次开洞 需要二次封堵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时候 实施的就是一次成优 这个就有效地能够帮助我们 缓解现场的一个垂直运输的压力 另外通过这种多专业的深化了以后 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对垃圾的一个生产 这样的话我们在项目上实现了一墙一图 一井一图 一梁一图 一门一图 这个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 也就是是我感觉是最复杂的一个 就是在精装修专业的时候 跟其他专业的一个配合和协调 尤其是和积电二次管线的一个排布 另外一个就是积电管线的一个锥位 末端点位的一个锥位 这个现在我们在协调过程中 也是发现了大量的问题 将近有 已经计算不出来 可能有一两万个碰撞点 这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生化设计过程中 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协调完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保证我现场不会出现问题 这个我想我通过我们在现场实施的经验来看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本身项目上 它在实施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一些工序上的一些安排 没有达到我们生化设计的这个要求 或者说是我们在生化设计过程中 把已经没有碰撞问题的协调完了以后 在现场可能由于工序的一些影响 就造成了我本身应该先安装的专业 没有安装 然后后续安装的专业已经安装了 就像这个案例 我们现在我们是有一个木墙的 我们有一个卷帘 本身它的工序是应该在 在积电系统安装完成以后 在排布管线 但是由于现场的一些 之前的一个工期的一些要求 积电管线已经安装了 但是木墙没有安装上去 所以说它的这个影响 就造成了卷帘没有办法安装 这个我们通过Beam的模型 来重新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一个调整 第四方面就是我们在Beam和超高层管理上面的一个深度融合应用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 将离散型的这种Beam的技术应用点 将它融合在一起 创建一个能够将所有的 从计划管理 从加工 从物流追踪 还有从安装验收 整个的一个管理流程上 去进行一个有效的集成和分享 首先呢我们在前期的时候 通过Beam模型将所有现场的这个材料的一些布置 场地的优化 场地运输的一些通道 都提前规划好 这个就是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智能化的加工 也就是我们通过模型里面创建的CNC文件 导出CNC文件直接导入到输控机床进行数字化加工 这个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更高效地保证 我们所加工的构建 它的精确度和它的一个效率 在测量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也应用到了很多先进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在钢结构定位的时候 通过在现场实体安装了一个棱镜 去在模型里面我们调取了几个三维空间坐标点 然后将这个三维坐标点导入到我的一个GPS定位的系统里面 通过现场的棱镜去定位 去控制安装的一个三维坐标 也就是我能够更高效地保证这个构建安装的一个准确度 另外一个我们在机电管线施工的时候 它的一个吊杆的位置 也是通过放显机器人去进行定位 这样的话我可以更高效地保证我的机电的模型和机电的现场安装的一致性 在质量复合方面呢我们也同样利用了三维机光扫描仪 也就是从钢结构构构建的加工 然后从它现场的一个各个专业 各个专业的一个安装质量的复合 另外还有一个从钢结构的塔罐的安装的精确度 我们同样都是通过三维机光扫描仪器进行的一个复合 包括我们在后期精装的时候 也会通过三维机光扫描仪对每个房间去进行一个扫描 去控制现场和模型它的准确度 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在管理方面的一个创新 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BIM的行动管理平台 将我们原本在模型服务器上将近有3000个G的模型压缩到了13个G 也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去推进全员BIM应用的一个理念 也就是说现场的工程师 可以拿着我手机上的软件去进行现场的一个操作 第一呢我们就是对计划的一个管控 所有的专业的计划都会在这个都会集成到我的这个平台上面 然后我的模型和计划进行关联 然后能够通过平台上自动对比出计划的时间和实际的时间的一个误差 也就是能够自动地告诉我们你的哪个工作之后哪个工作超前 注意到至于这个实际工期我们是怎么获得的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 我们是通过物流追踪的一个方式去进行的一个获取 也就是从材料订货到物流的一个运输 到现场进场验收 到现场的安装 到最后的质量验收 都是通过这几个大的阶段 都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上的一个二维码 去进行的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我拿着手机只要一扫码 我直接更新掉信息的话 我就能够获取到我的实际的物流状态的时间 然后和我之前计划里面的计划工期去进行一个对比 这样的话我就能够轻松地保证我各个计划 能够得出到底我的计划工期是超前的还是之后的 另外一个从质量验收 从多专业的一个现场协同方面来讲 我们就相当于在平台上面创建了一个 类似于Facebook Twitter一样的一个聊天的机制 来让现场所有的这些 包括业主 设计工程师 包括我们现场的工程管理人员 在这个平台上进行有效的沟通 本身我通过二维码 我可以轻松地定位到我模型的位置 然后我可以把现场发现的这些问题 直接和我的这个模型进行关联 这个和BIM 360有很相似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物业运营信息的一个维护 我们可以把大量的这些图纸的信息 我们的材料进场验收的信息 包括我们大型设备的一些使用说明书 都可以在我的平台上进行一个集成 也就是可以进行一个双向的定位 我通过我的这些说明书的这些信息 可以定位到我模型的位置 我同样也可以通过我模型的这个位置 找到里面相应的这些信息 最后是一些收获和展望 在16年到17年这两年 我们也是在国内取得了三大国家的中大协会的一个BIM的一等奖 包括中安协 中建协 还有中国施工设计协会的一个一等奖 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幸地参加了中国的建筑信息模型 也就是国家BIM标准的一个编制 然后另外一个是行业的模型制图的标准 另外一个我们在17年 获得了全球欧特克BIM大赛施工组的一等奖 这个也是得到了全世界BIM专家的一个认可 另外最后还是想以Android先生的more, better, less来结尾 我们觉得在这个信息爆发的时代 我们应该说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能够造就了周大福 在BIM上面的一些应用的探索和一些突破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和经验的分享 来为这个行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好 谢谢大家 下面是我的个人的一个领英的账户和一个推特的账户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后续做一些更深一步的交流 好吧 因为组委会安排我给大家提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可能会给大家一些奖项 我提一个技术和一个管理上面的问题吧 就是在刚才PPT介绍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在技术层面我们进行木墙的参数化设计的时候 用到了哪些软件 大家 另外在管理方面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因为现在可能大家在实施的过程中 在管理方面可能更多的是想到 我要雇佣更多的Beam的工程师 去为我进行建模 去创建模型 但是我刚才介绍的是 我们在我们的项目上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个方式的 大家有印象吗 你是通过一个你们自主研发的管理信息协同平台 来协同管理Beam模型 其实我可能 好吧 可以吗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呢 我们其实并不是把Beam建模人员作为一个专业的岗位去进行安排 其实在我们的部门 在我们项目每个部门都是会有相应的技术人员会懂Beam 但是它那不是它的专业的岗位 包括我们在生化设计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都是 它的出身就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 它只不过是利用Beam去这个工具 去为我们进行更好的一个生化 去进行更好的一个管理 这样的话呢 我们本身你用不用Beam 我们都会有生化设计人员 用不用Beam 我们都会有工程师去进行现场管理 所以说通过这个方式呢 我们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额外的Beam成本去支出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不是在不管是大型的企业还是小型的企业 可能你用不用Beam 你都会雇佣这些人员去进行现场的施工啊 现场的管理 无非你就是多可能电脑的配置 硬件的配置更高一些啊 可能多购买一些Auto科的软件啊 或者说是多增加一些培训啊 这样的话你企业里边 只要把这个人才培养的梯队建立起来的话 你不会担心Beam的技术人员流失啊 或者说是会有更多的额外的Beam支出啊 相信这样的 这个就是这样 好